由屏東大學原專班師生一行九人 8月28號從南投入山攀岩八通關古道 2號行津土葛大崩壁石 其中一名19歲的杜姓男同學 不小心滑落了200米的深谷 救難人員在3號一大早下切西谷 發現這個男同學已經明顯死亡了 學生雙親及親友們一大早趕到了消防隊 聽聞2號不禁傍聲痛哭 2號下午把通關古道土葛大崩壁 發生19歲南大省不省衰落深谷的山南以外 玉里消防隊警銷 南下支援的縣消防局山域益銷 卓西登山協會 玉管處及領管處等單位 共組搜救隊 當日即刻搭乘直升機入山救援 由土葛大崩壁地勢險峻 再加上事故地點距離步道將近200米深的深谷 吊掛不易 因此今天一早除了依序派遣第二 以及第三批搜救人員上山會合之外 便從屏東而來的學生雙親與親友 也趕到消防隊等待消息 搜救隊下切深谷10點多回報 發現男同學但已經明顯死亡 一旁家屬聽聞2號不禁放聲痛哭 情緒激動 早上10點多的時候第一批次人員回報 已經發現患者 患者沒有生命真相 因為所在的溪谷水域很危險 需要水域裝備的資源 所以在12點的時候 緊急調拍第三批次四人的小組 上山進行裝備後勤補給 那目前三批次總共16人 平東大學原專班師生一行九人 配合學校課程計畫 8月28號從南投入山 第一次沿折巴通關古道 進行人文、產業、生態等田野調查 預計9月6號從花蓮下山 不料第七天 行經土閣大封閉時 隊伍中19歲的杜姓男同學 不慎摔落200米的深谷身亡 家屬親友倍同萬分 對於學校準備訓練不足 就貿然帶毫無登山經驗的學生 入山田調也難以接受 記者是玉蘭 玉里採訪報導 當於學校的大陸